哈囉大家好,我是保全大叔小李 剛剛去加勒芙的時候呢 發現這個完規字面,它有新口味 所以我來點點看 這個新口味叫做筍香豬肉烏龍麵 那 這一份呢,是中碗139 那我先把它放到盤子上,比較容易看 那上面其實就是筍絲木耳豆皮,還有很多豬肉 我覺得這樣139還OK,還不錯 那另外呢,它也有 這個 牛丼 飯類的部分呢,我之前一直都沒有點 那OK,我這次就點點看它的這個飯類的牛丼 那這一份牛丼呢 它裡面的這個牛肉再加上這個溫泉蛋 它還有附一個紫菜湯 這樣子一份要144 比這個烏龍麵還貴 而且它肉的份量其實也不多 好,沒關係,我們都來吃看看吧 來,我先來試這個 筍香豬肉烏龍麵 它這個有很多這個竹筍,大家可以看到 來,我先喝一口它的湯好了 這應該是它一般的高湯吧 確實是一般烏龍麵的湯啦,其實沒什麼特別 來,它的筍絲 它的筍絲還算脆,不過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它的豬肉也是,沒有太特別的味道 只能說它有脆度 但是都是沒什麼味道,包含豬肉也是 來,這個烏龍麵我試看看 你要說有筍香,我是覺得 不管是香味還是 吃進嘴巴的味道 其實都沒有 只有筍絲的口感是有的 它這一份瘟玉牛丼 所以有一顆溫泉蛋 然後這個 牛肉的份量真的是不多 真的是不多 然後呢,它就是 白飯,它加了一些 這個炒製的洋蔥 然後呢 它再淋一些湯汁跟這個 牛肉 這樣子一百四四,我覺得不如去吃 Sukia之類的 或是吉野家之類的 我不曉得完歸為什麼要搞一個 流動出來 沒關係,我來吃吃看 我先吃它的白飯 它的白飯稍微過黏 因為我看它是用那個 煮飯的那種 電子鍋,日式的 煮飯電子鍋 你看它這個裡面煮出來稍微太黏了一點 來,它的牛肉 跟這個洋蔥 配上飯 直接這樣子 配起來吃 它洋蔥還下的蠻多的 你看,這個滿滿都是洋蔥 它這個甜鹹醬汁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它味道下的 比Sukia還要再來的重一點 那個 甜味跟鹹味都很明顯 兩個都下的很重 然後它的洋蔥是炒的還算是 非常的透了 這個非常軟 完全沒什麼洋蔥的味道 來,我把這個瘟疫蛋把它 弄破 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這樣來吃吃看 真的建議說 真的建議說 它的瘟疫蛋一定要一開始就把它弄破弄 把它拌一拌 因為它的醬汁的 甜鹹真的都太重 那需要一點這個 溫泉蛋把它 稍微中和一下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原本的目的應該是說 用這顆溫泉蛋 然後跟這些甜鹹醬汁混在一起 然後配這個飯來吃 可是白飯本身就有點不及格 有點太黏 味道上是還好 但是份量上真的我覺得也不太行 好,我一邊喝了它的這個紫菜湯 一邊跟各位說 喔,這個紫菜湯還不錯喝 好,這個筍香豬肉肉麵呢 我是還蠻推薦的 雖然我沒有吃到什麼筍香 它的味道就是一般湯烏龍的味道 不過呢,確實 這個筍絲它是脆脆的有口感 所以 想要有不一樣的口感 換換口味 口感上 這個可以點 中碗139份量我覺得也不錯 至於這個瘟玉牛洞中碗呢 可能貴的是它的溫泉蛋吧 因為這份144 我個人是建議說想吃牛洞的話呢 還是 選別家好了 好 玩歸吃麵的話呢 還是選它的烏龍麵 這個新的口味還不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囉 掰掰